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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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个地方也是巴黎最古老的两个地方了 我们再回到巴黎市政府广场 那么如果您是自由行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比较近的地铁站 就在这个前镜头的这个前方 叫Otel de Ville 地铁就是这个subway 1号线和11号线都能够到达的 那么这个Otel de Ville就是巴黎市政厅的意思 所以您如果在法国旅游旅行 您会看到有一些导览图书上面呢 如果有写到Otel de Ville Hotel Otel de Ville Ville呢在法语中就是城市的意思 当然呢这里不能够直接翻译成城市的酒店 Otel de Ville在法语中就是市政厅的意思 那么巴黎的市政厅呢 位于巴黎市区的第四区 那么现在呢我们站的这个广场 也就是巴黎的市政广场 市政广场在1803年的时候呢命名的 到了2013年的时候 这里呢又重新给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自由广场 巴黎的市长呢所命名的 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这个解放巴黎的解放军和联盟军的这个帮助 所以说呢把它启名为自由广场 1982年开始呢 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步行广场 所以你看到啊 整个这个广场上面呢 并没有车型 没有车子 只有人行 那么在天好的时候呢 其实啊 广场上还是非常的热闹 有很多人呢在这里 中午的时候在这吃饭啦 看书啦 行走 放学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啊小朋友也经常会在这里呀玩耍呢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来讲一下啊 这个地方为什么啊比较悠久 因为呢在这里啊啊在1357年的时候呢 其实啊啊这里就已经是政府工作的地方了 1357年 当时呢有一个巴黎的有一个总管 因为当时还没有巴黎市长的这个称呼 啊这个总管叫H.M.M.S.A.R. 他呢就在这一片地方啊买了一些矮的平房 那你想象一下广场啊 我们的正前方 镜头的正前方呢 其实前面就是赛纳河 那么这广场啊原来啊 在命名市政厅广场之前呢 这里叫做沙滩广场 Blast the Have The Have在法语中呢 就是沙滩的意思 原来这里啊真的有很多的这个沙 这个有很多的石子沙滩 啊面对的就是前面的塞纳河 当时呢这里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卸货码头 那么H.M.M.S.A.R.这个巴黎总管呢 就用了这个市政府的名的钱呢 在这儿买了一批房子啊 用来行政办公使用的 这里非常的忙碌 因为当年啊 这个小麦啦 木材呀 酒啊 以及甘草的这个货 都是从这儿卸货的 一般呢卸货都是在塞纳河的右岸卸货 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巴黎的右岸商业比较发达 左岸呢文化气息比较浓厚 那么在这儿呢经常有工作啊 有很可以找到不少的工作 所以很多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呢经常跑到这里来啊 找活干 啊当时有一种说法叫 Fairgreve Fairgreve啊就是呢到这个沙滩这边 干嘛呢找点事做 找工作的意思 那么今天呢意义完全不一样了 啊如果今天听到法国人有说 Fairgreve就是罢工的意思 去罢工啊所以当年的来找工作 今天翻译变成了去罢工 所以这个Fairgreve的意思呢 今天就变成了罢工的代名词了 那么再来看看啊到了啊 刚刚讲的是1357年到了16世纪的时候 法国的国王法兰西是一世国王在位的时候呢 整个法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领土扩大了 那巴黎呢成为了一个大型的城市 国王觉得啊政府办公的地方啊不太好 就是这些楼房啊看起来呀不带哑观 所以说呢命名啊就把这些房给拆了 从新呢建了一栋高大的啊明亮宽敞明亮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厅 作为啊市政府办公的地方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在我们现在尽头这个位置 不过呢他当时所下啊下令修建的这个大啊市政大厅呢 在1871年的时候啊也被烧毁掉了 因为1870年普华战争爆发 1871年的时候呢巴黎公社的一些极端分子啊 他们占领了啊这个市政大厅作为巴黎公社总部 当政府军呢开到啊这个接近市政广场的时候啊 在大楼里边的一些极端分子呢 他们就放火烧毁了巴黎市政厅 那么非常的可惜就是在1871年之前 在里面的所有的公共记录 包括啊所有的啊这个出生的这个身份的记录呢 全部都户籍的资料全部都没有了 整个市政大厅啊烧成了一个空壳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市政大厅呢 一直要市政啊市政厅的这个大楼呢 一直要到了1874年重新修建的 1874年到1882年之间啊完成的 不过呢很大程度上它这个外观啊 还是保留了当年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样子 啊因为已经是19世纪了 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这个风格叫做了新文艺复兴的风格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巴黎市政府的大楼呢 其实是19世纪重新修建的 那么在里边谁在里面工作呢 当然是巴黎的市长啊现在呢我们有一位啊 这个巴黎的市长是一位女士叫安娜伊达戈尔 她呢从2014年开始啊就是巴黎的市长 在这里一直工作到现在 不过她之前呢有14年的巴黎副市长的工作的经验呢 来我们稍微往前走一点啊来看一下这个巴黎市政大清 它的这个巴黎的一个市徽啊 logo 那么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古老的 这个巴黎的市徽的 logo呢 要追溯到190年啊当时法国的国王啊 啊菲利普奥古斯呢啊这当时就有祈祷过 是巴黎的一些商会的商人啊 在使用这么一个logo 我们稍微往前走一点啊 这里呢正好是他们的一个工作人员的 一个进出的一个办公的一个门 来 我们走到门前来看一下啊就这个门的中间呢 您可以看到的啊有一个大大的啊一个比较古老的logo啊 来看一下就是啊我这个手指的这个地方 不知道有没有看清楚啊 那么所以说呢啊巴黎的这个市徽啊原来呢是一个商业的用途 最早的时候呢是啊这个一些巴黎的啊这个传映的一些 工商啊这个会的啊这个人生呢所使用的巴黎起源于西代岛上啊 在塞纳河的西代岛上 那么所以说呢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船只啊在古时候的重要性啊 您可以看到有一个船啊船的这么一个形象 船的下面呢啊是啊一条一条弯弯的河水那就是塞纳河啊 所以说呢啊以这个船呢作为啊这个市标的还是啊在世界上还是比较不多见的 那么到了这个有一种说法是在1358年的时候 查理武士的时候呢 哎他就把这个巴黎的市徽呢啊用来作为国家使用 就巴黎式的啊这个来使用 所以说呢在这个船的上面啊 您可以看到有一朵一朵金色的啊 那个是金色的百合花大国皇室的这个象征 那么啊意义呢就是啊这个黄泉呢啊 嫁于啊这个首都巴黎之上 那么在这个底色上面啊您可以看到有红色和蓝色的底色 红色呢据说呀啊是来自于法兰古代法兰西王国的一个神圣的正旗 也就是圣诞女修道院的金面棋金色火焰棋啊 上面借用的这个红色红色也是代表的是烈士的鲜血 在红色的上面呢有一小部分就在这个百合花的啊这个底底部呢 您可以看到有蓝色蓝色呢也是来自于中世纪时候 传说中圣母玛利亚穿的衣服上面一种珍贵的蓝色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蓝色的颜料呢非常的珍贵 蓝色必须从青金石这种啊这个宝石上面呢 把它啊这个提炼出来的颜料 所以说呢蓝色啊一般呢被啊认定是非常珍贵的颜料 那么啊圣母玛利亚经常穿的蓝色的袍子 蓝色也是代表的是纯洁 后来法国的古王穿的袍子上面呢 也是蓝底上面这样的金色的百合花 在蓝色底的上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啊 啊有一个皇冠一样的城墙皇冠代表的是国王啊 国王的权力呢领驾在城市之上 那么再来看看左右两边呢有两个金色的啊像啊树叶一样的花啊 啊这个啊这个两个枝叶 这两个枝叶呢其实还并不一样呢 啊我们左边呢是橡树叶代表的是忠诚 右边呢呢是桂树叶代表的是荣耀 啊所以说组成了这个啊巴黎的这个啊这个世辉啊这个logo 那么到了啊这个2019年的时候呢巴黎市啊又重新发起了一个新的logo的一个设计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logo的样子呢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巴黎的一些公共的啊城所啦啊包括一些文件的上面啊都可以看到啊有这样的一个标记 就是呢它保留了啊这个船和浪花的啊这么一个原设计元素 但是简化了颜色和线条啊所以说呢啊这个2019年开始呢很多地方就使用这么一个比较简单的logo了 啊那么这个设计呢也是啊请了比较著名的一个法国的一个设计啊品牌设计师叫咖啡努瓦 跟黑方块啊来设计出来的来我们呢啊稍微推出来一些不影响啊这个人家的这个进出 那么看过了这个logo我们稍微再眼望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巴黎的市政大厅 外面呢有很多的一些人物的雕塑 那么这人物呢一共有136个人物的雕塑啊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著名的 艺术家 科学家啊政治家和一些意义性的人物 我们一会呢可以来看啊稍微看几个 不过呢我们在看这些之前啊啊 啊大家稍微呢啊瞧解一下我们来看一些远景啊来看一些巴黎的一些市景 我们可以看到这会呢因为是啊一点多 所以呢有好多人都出来啊中午的午休时间 我们先往啊这个 这个市政大厅的啊这个北面啊北面这个方向走 在我们的啊我的镜头的前方呢 那您可以看到有一个圆顶的啊一个建筑物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百货公司 我呢向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百货公司的名字呢我们这儿可以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哈 写的是BHV 然后后面写的是M A A A I S 啊BHV啊BHV 下面呢有一行啊就是Basar du Hôtel de Ville 您在这儿可以看到Hôtel de Ville啊 啊Hôtel de Ville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巴黎啊就是市政厅的意思 Basar啊在这个左边一点呢 您还可以看到这个印的有啊这个地打头的Basar哈 来在这儿啊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Basar哈呢在法语中呢有杂货杂货铺的意思啊 啊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百货公司 这个BHV呢在1856年的时候啊啊就成立了啊这间百货公司 19世纪下半夜的时候呢啊在巴黎有很多的大型百货公司啊 开始落成了1856年他有了BHV 到了1865年呢出现了巴黎春天百货公司 1870年啊在这条街的啊这个往西边走呢 还有一个啊叫Sama Hidane的沙马利丹百货公司 然后到了1872年的时候呢 巴黎所岸的Le Bon Marché啊这个乐孔马切百货公司也开业了 最后1894年巴黎拉法越特百货公司啊也开业了 所以说呢整个这一片百货公司都是在19世纪下半月的时候啊 兴起的 那么这些百货公司呢现在啊这个也是一家比较重要的啊 啊一个比较重要的百货公司在2013年的时候呢 啊在这个边上又加了一个新的字就是这个M-A-R-A-R-I-S 马赫啊马来 因为我们这一片呢都是属于巴黎的马来区啊 所以给它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 不过这个BHV呢啊这家百货公司现在属于 巴黎的拉法越特集团所下呢 那么我们稍微往前走一点啊比较遗憾的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呢巴黎的法国的大型百货公司呀全部啊这个都关门啊 所以说呢要不然啊你可以看到其实每天啊在里边的这个啊这个购物的人啊逛街的人逛街的人还是蛮多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一边啊这条马路来看一下 这条马路的名字呢叫里沃里大街啊也是巴黎的一条比较重要的一条比较著名的一条马路 里沃里大街啊名字呢来源于拿破仁曾经打过的一个一场战争 里沃里呢是意大利的一个城镇的名字 1797年拿破仁呢曾经在那里啊这个做过一次重要的里沃里会战 在那里呢啊拿破仁率领的两万三千啊这个法军呢啊这个战胜了人数略多的啊奥军啊 那所以说获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所以说这条大街呢就以啊这个里沃里拿破仁的战亿啊所命名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啊这里呢这条大道也是差不多中间的位置 它从东到西呢一共有三千零七十米长 我这个方向往前走呢是朝东的走向啊 尽头呢就是今天的巴士底广场 也就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啊 这个攻占攻占巴士底金域的那个地方 那么呢往西走啊 你可以看看这个往西走呢 一直可以啊穿过前面还有会经过卢浮宫啊 都与洛里花园最后在协和广场结束 整个这条马路呢跨越了巴黎的一区和四区 那么这条马路啊您会发现那么重要啊 应该是比较繁华的马路好像车子非常的少 因为交通呢一直是巴黎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也就在2020年的时候呢 巴黎的这位市长啊这位女市长呢下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呢这条马路啊 禁止啊这个一般的车辆运行 这允许呢你可以看到自行车 摩托车啊 以及呢出租车 以及一些特殊的车辆行驶 所以啊这个所以说呢一般的车子没办法在这里运行 使自行车马路现在看起来呀 这个交通非常的好像顺畅 来看了一下以后我们再转回到巴黎市镇 大清的这个外墙上 我来到这一边呢是因为有一个人物 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这个镜头主要上面一点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物 他的名字呢叫 Viole Luduk 我要雷勒杜克 他呢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建筑师 也是一个这个古文物的一个修复师 要来看他呢主要是因为啊 我们待会要去看巴黎圣母院 这个巴黎圣母院啊 今天看到的样子呢 基本上是他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 1846年到1845年到1864年的时候 修复变成的样子 所以说呢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个重要的建筑师 Viole Luduk 那么在他这个雕像的下面啊 我们镜头往下移 可以看到呢有一块牌子 这个牌子呢来看一下啊 那么就在啊就在这里有一块牌子 上面呢记录了一段巴黎的历史 二战的时候讲的就是18 这个1944年的8月20号 啊当时呢啊这个巴黎的抵抗军啊啊 在这里啊这个跟敌军 也就是德军呢进行了激烈的啊 这个欲血奉战 经过了三天四月以后呢 在8月23号啊 当时呢啊这个终于抵抗住了敌军的入侵 所以说呢解放委员会在这里成立了 8月24号的时候呢 有勒克拉尔将军呢 带领的第一批士兵呢进入到了巴黎 然后解放了市政府 8月25号巴黎解放了 那么经过了1544天的德军的占领 巴黎终于解放了 那这个1544天啊是怎么一个概念呢 就是四年零两个多月啊 巴黎呢一直处于德军的控制统治之下 最后终于赢得了胜利 所以说呢这块牌子也是纪念二战的啊 这个历史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好多的一些啊 被炮轰的一些痕迹 也是在告诉我们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 一些欲血奉战的事情 我们的左边的这个窗口啊 在巴黎胜利以后8月26号呢 大高任强军啊 曾经在这个窗口呢出现过啊 那么下面是挤满了啊 来欢庆的这个巴黎 欢庆巴黎解放的市民们啊 大高任强军也在这儿呢 阳台啊这个窗口这儿也出现过呢 来看好了以后呢 我们稍微啊这个要绕到市政厅的另一边 那么接着我们要去啊 这个通过赛纳河去看看啊 巴黎的啊这个西带岛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黎的地铁标记啊 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写的这个M M就是啊这个Metro 啊在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Metro 啊如果呢你们在啊这个法国旅游啊 自由行的话啊可以看到这个标记就是地铁的标记 等于是subway啊 不过法语中呢地铁叫啊这个Metro 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有1号线有11号线啊 都可以呢啊这个在这一站啊下来 那么这个最近的就是5号出口出现的就是Odella du Ville 好来看好了以后我们再回到啊巴黎市政厅 这里我们再啊一边往前走一边待会去看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人物和来认识一下 那么演出你可以看到的啊这个就是啊 圣母院的啊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北塔啊 北塔的对面就是南塔 那么巴黎圣母院比较遗憾 原来呢啊在这个啊左边的这个屁股后头啊啊 还有一个尖尖的这个尖塔 尖塔在2019年的火灾中呢 不幸啊被烧毁了 在市政广场的下面呢啊还可以看到有个黄色的那个标记的地方啊 啊这个白色的牌子上面有一个蓝色的像在一个东西在分一样的那个是邮局啊邮局 拉布斯 是一个酷刑的一个广场 就是有一些比较重犯的 重罪犯的执行的地方 也是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 这个孕育性的 这个女神的青铜的雕塑 我们的靠近我们的这边 这个呢 我的镜头稍微再稳一点 这一个女士呢 是一个代表的是科学女神 您可以看到 她的手里边好像拿着圆规 都在地球上面 下面呢 这个是书籍 她好像把她的这个懂得的知识呢 正写到这个书本上去 代表的是科学女神 她对面的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代表艺术的艺术之神 那么这个艺术女神呢 我们可以看到 她头上带了月慧枝 这个月慧枝呢 是艺术之神呢 所赋予她的 手里边呢 拿着这个调色板 这个好像呢 正在这个创作艺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 这一边呢 是艺术女神 一边呢 是这个科学 科学女神 那么我们在 这个因为下雨天啊 这个 看起来比较 比较最近一点 这个人物 因为走到这儿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物 这里面有一个人物 比较重要的 来看一下 他叫拉瓦西 拉瓦西 我这个手指的地方 拉瓦西呢 是一个化学家 化学家被称作是 法国的化学 这个被称作是化学之父 因为呢 他曾经啊 发现了 他发现了 氢和氧病呢 给氢气和氧气 那命的名 又预测到了 这个 硅的元素的存在 那么这个人物呢 他在法国 大革命的时候 他是贵族出身 我们看到这个拉瓦西 家里很有钱 所以说呢 比较有 他有很多的这个财力啊 来完成他的 好多的一些 这个试验 那么他呢 其实他的工作啊 并不是个科学家 他是一个税务官 管税务的 那么税务官呢 比较容易得罪人 就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 被不幸被推到了 断头台上面 那么50岁 年仅50岁啊 就这个就被砍了脑袋了 当时呢 有一句话 就是说 革命的群众说 共和国不孝科学家 就把这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 科学人物啊 拉瓦西呢 这个最后 砍了脑袋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 拉瓦西重要的一个 科学家 来 那么在他的边上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个人物也比较重要的 啊 就是福尔泰 福尔泰啊 您可以看到 福尔泰呢 他是法国启蒙运动的 啊 思想家 文学家 那么啊 他的这个 他也是法国 啊 这个思想之父 福尔泰 他的思想呢 对以后的 美国革命和 法国大革命啊 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福尔泰呢 啊 他的这个遗迹啊 被后来安葬在 巴黎左岸 先贤寺里 我他的心脏呢 被班族的拿出来 放在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里 啊 放在个盒子里边 上面呢 写着啊 我的心脏在这里 啊 但是我的精神 到处都是我的精神啊 可以看到这个是法兰西啊 这个这个思想之父的 福尔泰 你在这儿可以看到 也有看到这个巴黎的这个 啊 世辉logo的形象 好 那我们稍微呢 视线啊 一道巴黎的啊 这个萨纳河畔 啊 早春的巴黎 看起来呢 还是有冬日的感觉哈 不过呢 差不多到了下个月 四月份啊 啊 应该好多的啊 这个 树叶都会啊 这个绿色的树叶 树枝都会长出来 啊 这个很多的鲜花都会开放 啊 在巴黎市镇大厅的 萨纳河这边也就是南边呢 啊 还有一个花园 这个花园呢 到了周末才会开放 啊 周末才会开放 就是比较漂亮 里边呢 啊 有一个 啊 艾提尔玛塞尔的一个 原类的瓷玛教授 这个艾提尔玛塞尔刚刚讲过啊 就是 当年在伊方里自民的时候啊 啊 在这买下了一片 啊 这个小木屋 啊 这个它是巴黎 等于是巴黎政府的创始人 那么我们再靠近 马路这边呢 也可以啊 也可以看一下啊 再可以看得到啊 这个艾提尔玛塞尔的这个人物的形象 那么艾提尔玛塞尔呢 正好当年呢 啊 它这个年代呢 也是比较动荡的 是 啊 法国和英国 英法百年战争 当时啊 这个 这个 法国的国王呢 啊 贤王二世还在普尔西的战争中啊 被比啊 那么他的儿子查理五世呢 为了食材父亲啊 所以说呢 就啊 这个不得不呢 这个争罪 引起了啊 百姓的愤怒 那么艾提尔玛塞尔呢 带领了这个工商会啊 啊 这个人民的起义 暴动 啊 最后呢 被挺啊 这个暴动当然被 啊 这个压下去了 一天马上呢 被刺杀 所以我们在这就碰到的 这个 它的一个标准 所以就在巴黎市府的 这个花园 啊 花园里面的 来 我们现在呢 要准备穿马路了 那么刚刚看到 这个李沃里大街啊 没车 车都跑这来了 啊 所以说这个巴黎交通呢 其实还是 因为有很多车子 也不能 也不能够不在巴黎运行 啊 啊 特别一些好多一些货车啦 啊 一些 一些啊 这个 一些卡车之类的 所以说呢 李沃里大道 啊 这个过不去 都跑这儿来了 所以这里 这条大 这条马路呢 也是非常的 啊 这个非常的繁忙的 我们安全期间 还是走回到这个 啊 红绿灯的地方呢 去穿马路比较好 因为这个车子呀 开得非常的快 啊 这个 您是不是会听到一些啊 这个 救护车的声音 因为呢在这个 我们一会儿要去的四代岛上啊 有一个巴黎最古老的医院 九宫院啊 就在这个岛上 我们一会儿也会看得到 所以说呢 这个会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救护车的这个声音 来啊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我们赶紧穿一下马路 那么前面呢要过一个桥 这个桥呢就连接着 连接着市政府广场和西代岛 巴黎上面的这个桥 我们走到桥的轮行道上面去相觉 这边可以走 来 我们的下面呢就是赛纳河 赛纳河全长776公里 从这里呢到陆海克有350公里 整个赛纳河呀 它全年从来不结冰 平均水深七米深 平均水深七米深 巴黎呢是法国的第三大的港口城市 最大的港口呢 我们肯定知道是马赛 第二大呢就是在诺曼底的 乐阿福尔 我们知道有一幅著名的印象派画家 莫内的画 日出印象 日出印象的画的就是 乐阿福尔的这个日出的这个景象呢 巴黎呢是第三大的港口城市了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桥 桥这儿呢有个牌子 写的叫Bung d'Arkola Bung就是桥的意思 Bridge Arkola Arkola呢叫阿尔库勒 阿尔库勒桥 那么呢有这个比较喜欢历史的人呢 可能会联想到 拿破仑曾经打过一场 比较重要的战争 叫阿尔库勒战役 也是在意大利境内的 是在1796年的时候 拿破仑在意大利境内第一场战争 当时呢拿破仑啊 拿着三色旗 冲到了桥的中间 带领法军呢 战败了对岸的澳军 不过这座桥呢 其实跟拿破仑的这个阿尔库勒战役啊 完全没有毛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么这个阿尔库勒呢 是为了纪念1830的七月革命 当时呢有一个 革命的小男孩 据说呢 他也是拿了三色旗啊 冲到这个桥上面 那么在桥中间呢 不幸被子弹射中 倒地了 那么他倒地的时候呢 就喊道 他说我叫阿尔库勒 请为我报仇 所以说呢 这个桥其实是为了纪念 1830年时候的这个 革命的小男孩 阿尔库勒的这个事情的 巴黎的这个 在那河上面呢 有很多的桥 我们现在这个桥呢 是阿尔库勒桥 那么再往前走 有很多啊 再到卢浮宫那边呢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著名的像巴黎的新桥啊 伊水桥 整个善纳河在巴黎 巴黎这个城市里面呢 有13公里 一共有37座桥 30几座桥 我们再次要来看一下啊 这个 对面这个就是 西带岛 巴黎起源的地方 然后呢 在西带岛的对面啊 我们这个前方呢 看到还有一个小岛 这个小岛呢 叫圣路易岛 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岛 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儿其实是在巴黎啊 也是最古老啊 最漂亮的这个地方了 那我们现在呢 往这个西带岛走 我们的啊 这个往右边看 可以看到呢 西带岛啊 西带岛的镜头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有巴黎这个 法院附属监 啊 那个有尖尖的 那个顶的 那个是附属监 那么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 啊 这个法国著名的皇后 玛丽安东奈特皇后 曾经呢 就是啊 被关押在那里 然后从那里呢 被啊 这个运送到巴黎的 中生的协和广场 当年不叫协和广场啊 当年呢 叫大革命广场 在那里呢 最后被砍头的 好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西带岛啊 来讲一下 是巴黎的起源 巴黎呢 传说中 就在这个小岛上面啊 啊 这个发展起来的 四大道其实很小 一共才只有 0.225平方公里 0.225平方公里 那么据2016年的人口统计啊 这个岛上目前也只有 891个居住的居民 啊 当然因为岛上呢 有很多的啊 对现在都是政府工作的地方 有巴黎警察局啦 巴黎生物院啦 法院啦 所以说呢 居民区啊 并不是很多 啊 这个岛上现在也只有800啊 891个居民 在这个岛上居住呢 我们的 右前方 这一片呢 就是巴黎的主公医院 我一会儿到了圣母院门口呢 会给他介绍的 这也是巴黎呢 也是世界上 还在运行的最古老的医院 主公医院的历史呢 要对数到 西元651年 好 这个桥还是 这个桥还是蛮长的 我们一会儿还要穿一个马路 好像还是铝灯 我们就 这个我就抓紧一下 我在这赶紧穿个马路 这里有一个 法国的一个 大家可能都熟悉的 欧书丹的一个商店 我们在 左边呢 稍微走一下 不过可能我不 我不会走得太里面 因为呢 怕里面的信好不好 不过在这里呢 介绍一下 巴黎 启元 在西元传说中呢 在西元前250年的时候啊 当时呢 在这个岛上 做了一批 这个 高卢人 这些高卢人呢 人们称他们叫巴黎西人 他们在这里呢 以溥仪为生 到了西元 前25年的时候啊 罗马共和国强大起来了 罗马人呢 跟高卢人打了一仗 结果呢 高卢人打败了 这个罗马人 统治了高卢人 所以说呢 罗马人还派了 这个行政的总督啊 在家来管理 管理这个高卢人 高卢人呢 基本上 仍旧在这个岛上呢 这个生活 以补于为生 而罗马人呢 在今天的 也就是 在那河的 这个左边 左岸呢 建立了 罗马高卢城市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去巴黎的左岸 还可以看到 今天中世纪博物馆里边 原来 罗马人留下的 这个当时的 古罗马的浴场了 包括前面的 还有不远处的有 这个古罗马竞技场 这个竞技场啊 古罗马的这个剧场啊 都在那边 那么这条马路呢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啊 这里有个车子 这是 这栋楼也是非常的古老的 这个车子可能要拐弯 你有没有看到啊 这个马路的 前面有一个鸽子一样的了 我们等它 它可能怕会撞到我 马路很小啊 它很难走进去了 有只鸽子看到没有 这条马路呢 叫做白鸽鹿 那么讲的呢 就是在 这个这栋楼也历史悠久了 可以跟巴黎圣母院建造的时候差不多 也就是在 这个十四世纪的时候 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 据说呢 当时呀 这里发了大水 淹掉了 那么这个房子里的居民呢 全部都撤出来了 据说呢 在这栋楼里边啊 有两只鸽子 那么一只公的鸽子呢 飞出来了 母鸽子被困在里头了 所以这鸽子呀 这公鸽子呢 就在外面啊 不停地盘旋 哀求 这个嚎叫 那么感动了当地的人 当地居民呢 后来进去啊 把这个母鸽子也救了出来了 那么为了纪念这两只鸽子 所以说呢 还在上面 还在门刻了一个鸽子的形象 而且还把这条 小短短的马路呢 叫做了 鸽白鸽鹿 鸽子鹿 那么这条路啊 我们稍微呢 往里面进一点点 如果有信号不好呢 也可以告诉我 因为呢 您看到这个墙啊 这只墙的样子啊 非常的古老 古老 因为我们在这里呢 到了1898年的时候啊 找到了一段 在罗马高鲁时期统治时候的 一段古城墙 所以说呢 这里也真的是巴黎呢 最早的这个地方了 您可以看到啊 来 在前方的这个对面的墙壁上面呢 有一个啊 小的这个石板 上面就写着啊 这里呢 曾经就是 罗马高鲁统治时期的啊 这个古城墙的地方 1898年的时候啊 被找到的 被发现的 那么在啊 这个罗马统治时期的这个高鲁呢 这些呢 现在都是一些餐厅啊 那么当时巴黎圣母院建造的时候呢 留下了很多的这个石材啊 所以就用这种石头呢 建了好多的一些啊 这个矮平的这个楼房 用于呢 都是一些啊 这个斯朵啊 这个神职人员所居住的 来 我们走到这条马路 这条马路呢 今天叫做 这个就是修女路 其实当时呢 住的并不是修女啊 是这个 这个修室啊 这个 斯朵居住的地方 我们的前边呢 您可以看到 有个绿色的 有一个 有一个餐厅 这个餐厅呢 也比较著名的 叫做 阿尔库勒的老巴黎 那么这个餐厅呢 其实啊 1823年的时候就有了 里边的这个房子呢 其实结构就是当年的 这个斯朵门居住的时候的 这一片 那么 前面呢 有一棵紫藤树 这话还没有开花 到了这个天柔宇景的时候呢 紫色的这个紫藤花 把这个开放以后 非常的漂亮 而成了一个网红之地 打卡之地 好多人呢 都跑这来喝咖啡 在前面的拍照 那么在这条路的 再往里面走一点啊 我们不进去 因为前面的信号很不好 你可以看到 有这个法国的国旗 蓝白红的 这国旗的地方啊 就是现在的 巴黎的摩托车大队 警察局摩托车大队的地方 那么在那里呢 也就是今天的18号和20号 这个地方啊 曾经发生过 在15世纪这个时候呢 发生过一件啊 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呢 后来在2007年的时候啊 还被美国的导演啊 好像叫Tim Burton 拍了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呢 叫做Sweeney Todd 理发师陶德 不认为大家有没有看过 或者是啊 这个听说过 有好像是 Johnny Depp主演的 那么讲的啊 他讲的故事的背景在伦敦 其实故事的原型呢 就发生在 我们前面的条马路上面 讲的就是啊 这个人肉包子的事情 因为在当时呢 在15世纪的时候啊 在前面这个警察局摩托车大队的地方呢 这个有两个店铺 一个是理发店 一个是烤肉饼店 那么这个理发师跟烤肉师呢 两个人啊 就联合起来谋财害命 理发师呢 经常就找一些啊 在巴黎无亲无故的啊 来留学的外地或者外国人 因为这一片啊 巴黎圣母院呢 有很多的神学院 当时呢 有很多都是外地 外国过来的学生在这学习 所以说呢 他们就把这些无亲无故的人啊 在理发的时候呢 把这个顾客呢给杀了 然后呢 这个理发师就把这个尸体啊 就扔到他的地窖 他这个地窖呢 有个划门 一划就划到了隔壁的 烤肉式的这个地窖室去了 那么烤肉饼的人呢 就把这个尸体啊 拿出来剁肉 还做成了人肉包子 据说呀 这个人肉包子当时生意非常的好 查理六世国呢 还专门派人来这里买过啊 这个包子吃呢 那么直到有一天呢 有一个受害者 是个德国的留学生 他的这个狗啊 哎 经过这儿了 闻到主人的味道了 就在这个门口不停地喊啊 不停地这个叫 那么这个叫声啊 比较啊 这个一直叫一直叫 也是引起了周围的邻居的怀疑 那所以说呢 就叫了警察 结果呢 警察在啊 这个地窖室里边呢 发现了有很多的这个碎尸啦 尸体 包括这个受害者的遗物 啊 所以整个这个事情呢 当时啊 震动了整个巴黎 最后这两个罪犯呢 就被拉到了啊 就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个经过的巴黎的市政厅广场 格列夫广场呢 处赢这个死刑 啊 这个死刑呢 是比较啊 最严重的死刑 酷刑 就是把他们关在这个铁笼子里边啊 用火呢 烧死 啊 那么这两栋楼呢 后来就化成了平地 勇士啊 这个没有人就愿意进来 过来居住 那么今天呢 就变成了巴黎警察局啊 摩托车大队的啊 这个工作的地方了啊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小故事 小插曲啊 可以 如果进来巴黎的话 可以看一下 来 我们还是走到啊 这个大马路上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这个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这片呢 比较啊 这个也是比较 凄凉一点 因为原来呢 这里啊 真的是人非常的多 每年啊 在火灾之前 您看到啊 您可以看到 首先巴黎的 现在法国的 所有的餐厅啊 都关门了 啊 包括 那么 因为圣母院也是 啊 这个 火灾以后 也没有开放 所以说 这所有的纪念品店呢 也都关门了啊 所以这条路呢 如今显得非常的 啊 凄凉一点 要知道在2019年 2002年的时候 创建的啊 那么他们主要是在啊 开始在巴黎开始啊 这个开始他们的第一家店铺 那么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 在全世界啊 16个国家 一共有了170个风店 光在巴黎就有24个风店啊 所以说呢 这个阿摩黑诺冰淇淋呢 它的特质啊 特质呢 就是有个小天使 捧一个冰淇淋 它的主要是 意大利式的冰淇淋啊 就是奶油味啊 特别的重 以后呢 这个如果来巴黎 可以来看一下 因为好多地方都有啊 马来区里边呢 也会有看到 阿摩黑诺 这个西代岛上有 圣母与岛上也有 很多地方呢 都有这个 品牌的冰淇淋 夏天的时候呢 生意特别好啊 不止夏天 其实周末的时候啊 这个这些 像这个冰淇淋店门口 都会有排队呢 那我们稍往前走一点 那么圣母院因为火灾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进去 不过在广场上呢 我们来 这个稍微来看一下 讲一下这个 巴黎圣母院的历史 那么这个岛 我们刚刚讲过哈 罗马人统治以后呢 高罗人继续在这生活 到了西元508年以后呢 法兰克国王 克罗维 那他决定呢 把巴黎啊 作为啊 这个首都 居住在这个岛上 我们看 这里还有一些 明信品店啊 有一些啊 这个纪念品店还开着 不过呢 这个游客真的是 因为有今天有下雨啊 这个实在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人 那么克罗维时代呢 当时啊 基督教的已经兴起了 所以说呢 这个为了发展啊 这个基督教 所以说呢 整个这个岛上啊 据说就在这个 0.225平方公里的岛上啊 居然有21座教堂 不过当时都是 罗马式的教堂 非常的 非常的 这个小 非常的矮 没有哥特市 哥特市呢 一直要到了 十二世纪的时候 在法国呢 才有了哥特市的 这个教堂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巴黎 宣母院 现在呢 还正在 枕秋之中 我们要绕到广场的 中间可以看得到 那么现在呢 都外面都围起来了 围起来了 不过也挺好 因为呢 我们可以会看到 它外面呢 有放了好多的照片 来讲述 这个火灾的整个 这么一个历史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两个青铜的雕兽 这两个雕兽呢 在火灾之前啊 就在火灾发生的前几天呢 刚刚被挪下来 这个天使一样的人物呢 是这个四个福音书中的 这个圣马太的代表 老鹰呢 是四福音书中的 这个圣约翰的代表 所以说呢 这些呢 正好被挪下来 因为当时呢 巴黎生母院正好在 经过一个为期十年的 有一个大的整修 所以说呢 这些东西啊 刚刚被撤下来 2019年4月15日 周一 晚上的8点 晚上18点 就是6点20分的时候呢 警报第一次响起啊 当时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只 同志的有一个鸡 看到没有 这个公鸡 这公鸡呢 当年就是在 巴黎生母院 这个92米高的 上面的木塔啊 这个木尖塔上的 这只鸡 那么木塔呢 我们待会前面 会看到照片啊 不幸在火灾中 被烧毁掉了 但这个鸡呢 因为是同志的 在废墟中呢 又被找回来的 鸡的里面呢 有三个圣物啊 一个就是 耶稣受难的时候的 他的这个 金鸡冠上的一些刺 和呢 巴黎的这个 主宝人 三神的院 和圣丹尼的 遗骨 当时呢 有三样东西 都放在这个鸡里面 那么这个 同志的鸡呢 被找到了啊 虽然这个鸡看起来呀 好像比较惊恐的样 有点变形了 那么今天呢 也稍做了一些修复 把它放在巴黎的 这个建筑和文化遗产 博物馆里面呢 来 我们再往前走 那么来讲一下啊 这个 你看看到啊 这个是火灾以后 把一些比较脆弱的 一些建筑物呢 都搬走 啊 封典拿到一些 不同的地方呢 去啊 这个修复呢 2019年 2019年的 4月15号 啊 刚刚讲到 就是晚上6点20分的时候呀 巴黎圣母院里的 警报器呢 第一次响起 消货人员呢 立即赶到 不过当时 他们并没有发现明火 啊 但是呢 啊 这个工作人员呢 保安人员开始撤离了啊 已经开始撤离在啊 圣母院里边的这些游客 以及工作人员 到了6点50分的时候啊 发现了明火 在圣母院的阁楼顶上面 啊 不过当时呢 已经是啊 整个火势已经没 啊 已经是不可收拾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一些现场拍的被烧毁掉的 这个啊 一些木头 那么整个这个巴黎圣母院啊 虽然您看到外观是石头的 不过呢 它整个拱顶上面啊 一共用了1300颗的 1300颗的这个橡木树 1300颗橡木树 等于呢 是21公顷的一个森林 啊 这次火灾呢 很不幸 啊 等于呢 就烧毁了13世纪的时候的 啊 一个21公顷的一个森林 那么有500吨重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监制 啊 木制的这个监顶啊 就在晚上 当晚9点半的时候呢 啊 这个 呃 我看一下 9点半还是7点半 哈 应该是7点半的时候呢 啊 这个 烧毁了啊 断裂烧毁了 那但是呢 这个监顶啊 其实并不是原来 啊 巴黎圣母院我们知道 它是在163年到 啊 1345年的时候建造的 并不是那个年代的 这个监顶呢 啊 是在 啊 这个 维奥雷勒杜克 在19世纪 修复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呢 建上去的 所以这个监顶是在 1859年的时候 才啊 这个把它放上去的 啊 不过也很可惜 啊 这个监顶呢 在火灾中啊 不幸啊 这个毁坏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时这个 监顶 照会 这个烧火的时候 啊 一些照片 珍贵的照片 我们的右边就是 巴黎的主公医院啊 我刚刚讲的 最古老的医院 不过呢 最古老的这个主公医院 其实并不是在这儿 啊 原来是在广场的对面 啊 当时维奥雷勒杜克呢 他重新改建啊 这个巴黎圣明的时候呢 也改建了这个广场啊 所以说呢 后来把医院挪到了对面去了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也找不到了啊 西元651年的这个主公院的啊 这个样子 来 我们现在走到广场上 来看一下 163年12世纪的时候 当时巴黎的主教啊 叫莫里斯德叙利 莫里斯德叙利 啊 他呢 设想啊 啊 在这里呢 修建一个哥特式的教堂 因为当时呢 哥特式啊 教堂呢 已经在巴黎开始啊 在法国开始流行起来了 巴黎圣母院并不是第一座哥特式的 法国的第一座哥特式教堂 第一座哥特式教堂呢 是1144年啊 啊 这个巴黎的郊区 圣丹尼的修道院教堂 那么巴黎圣母院呢 也并不是最大的哥特式教堂 法国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呢 是啊 在这个法国的中部一点 沙特啊 沙特这个地方 但是巴黎圣母院呢 是哥特式教堂发展的 最宏伟的啊 时期的一个杰作 来 我们在这儿呢 可以看一下 稍微走远一点 那么整个教堂 从1163年啊 这个叙利 主教大人呢 买下了第一块石头 一直到1345年 经历了182年左右的历史啊 最后呢 啊 这个建成的 今天看来这个广场啊 非常的大 不过那个时候呢 你要想象一下 整个广场前面啊 啊 有很多的这个居民 居啊 居民都住在这儿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石板啊 就好多中间那条呢 石板 都是当年的啊 有一些街的名字 还在刻在这儿呢 啊 所以想象一下 拥挤的这个街道上面呢 哎 啊 这个 有一座啊 高大挺拔的这个教堂啊 树立起来 啊 能够想象啊 当时人们对这个神的一种敬仰啊 那么是个圣木苑呢 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啊 他一共呢 啊 这个宽有41米宽 42米高 这个高度呢 42米高 没有包括左右两边两个塔 这两个塔顶呢 加起来一共有67米宽啊 67米宽 那么 圣 啊 这个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 下面呢 有三个门啊 因为这边都 啊 被遮住了 这三个门呢 从左啊 这个从右到左来看呢 最最右边的那个门啊 是最古老的门 最古老的门 因为呢 当年建造的时候 原来在这里呢 已经有一个教堂啊 叫圣奇安教堂 那么当时呢 就把这个圣奇安教堂呢 这个门啊 拿过来放到了最最左手 最最右手边 圣安娜 圣安娜门 圣安娜呢 是献给 这个圣 圣安娜的妈妈 耶稣的啊 这个 耶稣的姥姥的啊 这个门 在最最右手边 所以这个门呢 有一千年的历史了 中间呢 是主门 上面呢 有啊 雕刻的是 耶稣的这个最后审判 那么左边那个门呢 是最新一点的 啊 最新也是 十三世纪的时候 就建的啊 就是圣母玛利亚门 献给圣母啊 这个圣母玛利亚 耶稣的妈妈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下面有三个门 中间有一行呢 有一排啊 啊 国王长廊 你可以看到 有二十八个雕塑 这二十八个雕塑呢 啊 是圣经旧约里边啊 描绘的 这个犹太国的 国王的啊 这个人物 那么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呢 革命群众啊 啊 比较无知 他们以为是法国的 国王的啊 这个雕塑 所以说呢 在1793年的时候啊 把他们全部都砍下来 捣毁了 一直到了1977年的时候呢 五月份啊 当时在今天的巴黎啊 拉法业百货公司附近呢 啊 一个建筑工地上啊 人们挖出了21个头啊 人的啊 这个头的雕塑 那么进啊 这个考古学家呢 这个分析觉得就是来自于圣母院的啊 啊 这个28个犹太国王的啊 这个雕塑上面的这个头啊 后来到1977年被找到了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28个人物的这个头啊 这个人物的这个犹太国王的雕塑呢 也是在啊 这个1845年到1864年的时候 这个维尔雷勒杜克啊 当年重新修复巴黎圣民的时候呢 他手下的啊 这个艺术家们重新刻的 那么再看看中间呢 这个国王长廊的上面呢 有个圆形的玫瑰十字窗啊 玫瑰十字窗呢 一共有9.6米直径 在当时啊 是最大的玫瑰十字窗了 前方我们还可以看到 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的这个雕塑啊 所以整个这个圣母玛呢 我们在这外观看起来呀 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下面有三个门 啊 从横截面看下中上有三层 那么整个圣母玛如果不加塔顶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四十三乘以四十一 啊 整个像个正方形 正方形呢 代表的是啊 这个万物啊 啊 我们这个世界万物的象征 啊 这个 一年有四个季节 春夏秋冬啦 啊 有四个方向 东西南北 啊 有四个本源 啊 水火 风土 那么这些呢 都是啊 这个万物的象征啊 啊 这个世界的这个 这个本源 代表的是 完美 无穷无尽 那么这个三 你可以看到有三个门啊 有三个层次呢 代表的是 基督教世界里边的这个三 这个数字也是非常的神圣的 代表是三位一起 啊 就是圣父 圣子和圣灵 所以整个这个圣母院呢 它有啊 一个一个 一个语在里边 有三 有四 那么 您可以想象一下啊 啊 在这个正方形的外形的中间呢 有一个圆形的玫瑰十字圆 大圆窗 那么啊 中间有耶稣和圣玛列的形象 也是代表的耶稣神秘化身的象征 因为耶稣呢 他自代表的是啊 是 他代表的是圆 象征的圣地 又是正方形方形代表的人类 圣母玛列啊 把耶稣呢 啊 这个正在啊 带了到人间 耶稣呢 来拯救人类 也是啊 这个突出了这么一个宗教的 这么一个神秘的一个含义呢 圣母院呢 其实在啊 这个 造完以后呢 其实后来就很少有改动啊 也没有人的做任何的修复 特别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 也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即便1804年 拿破仑 一世 在1804年12月2号 在巴黎圣母院里面加冕的时候呢 据说 整个圣母院里面也是破旧不堪 但是呢 拿破仑也无力才重新修复圣母院了 一直要到了 1831年的3月16号 当时法国有一个伟大的大文豪 就是威克多雨果 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 就在这一天的问世了 这本书就是巴黎圣母院 好像这个日子比较熟好 3月16号 1831年 我们今天正好是 2021年3月16号 所以今天也正好是 威克多雨果 出版的巴黎圣母院 这本书发行的 190年的纪念 我刚刚在啊 这个整理的时候一看到 啊 觉得真的很巧 我们今天190年以后呢 又回到了巴黎圣母院 那时候呢 勒杜克原来的这个修建的93米高的这个监塔 不幸在2019年的火灾中呢 被烧毁掉了 那么后来呢 火灾以后 法国的总统啊 马克龙呢 马克龙呢 也是提出了啊 这个圣母院的一些 啊 这个要重新修复啦 赞助的一些计划 那么有很多的一些啊 比较罪名的一些人士呢 都纷纷的啊 这个赞助了 包括这个LVMH集团啊 这个叫陆威 啊 威轩呢 好像啊 这个LVMH集团的这个阿诺 啊 这个Bernard Arnot 他说呢 他会建筑两亿欧元 啊 那么Karin 她用集团的这个董事啊 啊 就是这个Pinot 他呢 承诺会捐赠一个亿的欧元啊 这个来啊 这个赞助 帮助完成这个圣母院的修复计划 那么我们呢 也是啊 拭目以待呢 那么最后呢 再来缓示一下 啊 我们的左边巴黎的九宫医院 最古老的世界上存在的 最古老的医院 当然呢 祖宫医院原来是在对面啊 今天看到这个建筑呢 也是在18 这个68年啊 到1878年的时候 重新修建的 啊 这个医院呢 现在仍旧在使用呢 来 我们再往广场的啊 这个右边来看一下 好 广场的右前方呢 有一个人物的青铜雕塑 啊 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人呢 就是著名的 查理大帝 我不让您看得清 他们听啊 就在这边有一个查理大帝 那么查理大帝呢 他啊 在八十 当时在 八世纪的时候啊 啊 统一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 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 查理大帝的雕塑 那么这个雕塑呢 当年是为了参加世博会 19世纪的时候啊 这个雕刻的 在1898年的时候 放在这个广场上面 查理大帝呢 啊 他最后是在德国 今天德国的雅春 这个地方去世的 所以德国人呢 也把查理大帝啊 视作他们的啊 这个祖先 啊 据说在爱战的时候呢 德国军队还在门派了 这个守卫人士啊 啊 这个守卫把守在 查理大帝的雕塑前面啊 以防有人的破坏掉 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啊 都是现在呀 一些这个 清主教的学校啊 有一些沙特尔 圣母院学校啊 一些啊 这个清主学校的学生呢 画的一些圣母院的啊 这个巴黎圣母院的一些绘画 啊 放在啊 放在外面 那么啊 这个 整个这个前面呢 我们现在因为它在修复之中啊 所以没办法 没办法啊 这个过去 那么在火灾的时候啊 整个火灾除了烧毁掉了木材以外呢 还有啊 这个造成的大量的这个铅的物材料啊 融化掉 那么火灾以后呢 据说啊 圣母院这前面的这个广场 这周边一片呢 这个铅呢 含量非常的高 超过了正常的65倍 所以这里一度呢 也被封起来啊 因为对人的这个身体啊 不是很好啊 当然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这个 这个巴黎圣母院的这个广场 广场的对面呢 是巴黎的警察局啊 巴黎警察局 那么在啊 这个前面呢 还可以看到 有一个 有一个平台一样的 这个其实可以下去的 就是今天的巴黎的啊 这个地穴考古博物馆 里边呢 也可以找到啊 不少这个当时 罗马高卢统治时期的时候的 一些遗址 好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广场 要知道啊 如果没有火灾的话呢 这里真的是啊 这个每天很多的很多的人 一年有1300到400万的 人次来参观 那么每天呢 在圣母院里边啊 有五场 MISA祷告活动 周日的时候呢 还会增加两场啊 再加上一些 节庆的特殊的一些日子 还有啊 增加的一些啊 祷告仪式 所以每一年呢 圣母院里边要举行 有啊 这个两万场的啊 两万场的这个 祷告仪式活动呢 好 来 那么我们这个 我这个参观呢 也差不多啊 就在这呢 要结束了 我们最后再对着这个 圣母院 若您喜欢呢 我们的这个行程啊 欢迎啊 您点击 喜欢啊 分享和订阅 那若您喜欢我的导览呢 也欢迎 您在我的个人页面下呢 留下您宝贵的啊 这个评价呢 最后呢 我也希望啊 今天的这个导览啊 能够给您带来许多 新的收获 期待下一次呢 能够啊 这个带您探索 巴黎这座古老的城市 更多的历史 和更多的这个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啊 因为我看这个时间 好像也是差不多了 所以说呢 这个不过我今天非常的高兴 刚刚有点 有下雨有点大 不过这会呢 也是啊 雨都快停了 好 来看一下 好 那我最后呢 和大家说啊 这个拜拜 再见 希望呢 啊 在以后的这个 几期中 如果您感兴趣呢 我还可以推出给大家啊 其他一些精彩的啊 一些探索路线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